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郭府少爷 郭凤 两情相悦 却没想天非横祸 父亲林浩天在硕州一战不仅全军覆没 林家也在一夜间被灭门 侥幸存活下来的林月儿发现父亲的兵败另有隐情 而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郭家 为了替林家洗脱冤屈 林月儿在筹谋了三年之后 以西域歌姬 廷吾的身份与郭府少爷 郭凤来了一场别有用心的巧遇 因长着一张与林月儿一模一样的脸 廷吾的出现在郭府引起了轩然大波 面对郭富的猜忌 郭凤的试探 以及郭母的刁难 林月儿步步为营 一直深爱林月儿的郭凤 虽对这个廷吾看不出丝毫破绽 但仍忍不住暗中对其伸出援手 然而郭富却不想给郭家留下任何隐患 于是决定除掉廷吾 此时的郭凤才惊觉 廷吾可能就是林月儿 只是郭凤还未来得及出手 郑平王区突然宣布 要迎娶林月儿 那么这场复仇的棋局又将如何收场 无主之花 定到8月4日首播 记得订阅我们哟